Hello 大家好 我是Mia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主题就是 失眠这件事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遇到这些状况 你其实很怕睡觉 就是每一天晚上的时候 你都很担心 是不是等一下又要继续做梦 你的确也用了一些 数绵粮的方法 你可能数了3万只绵粮 绵粮睡了 但是你还没有睡 你只要一闭上眼睛 可能你就会想起那些不愉快的画面 所以让你真的是 对睡觉已经产生了一种恐惧感 如果以上的状况 正是你所遇到的 那么我想今天的影片 或许能够帮到你哦 但其实有很多失眠的人 并不是说他病不累 反而想烦就是 生理上或者心理上 其实都已经很疲劳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睡一个好觉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第一方法呢 就是好好地跟自己的身体合计 可是到底那是什么意思 其实很多的人失眠 大多数都是跟自己的 心理上的一些状况有关 可能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 让他们感到羞愧 感到抱歉 感到后悔 甚至是感到自责 也觉得自己很糟糕 所以心理上有承担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让他们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 只要是一闭上眼睛 就会想起那些不堪的画面 所以让大家在睡觉之前 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跟自己的内心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我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上 然后说今天辛苦了 虽然表现不太好 自己也觉得很不满意 但是今天我之所以不能够完美地解决这事情 是因为从来都没有人教会我这个事情 或许事情搞砸了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事情 我有意识到 我其实是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事情的 既然我拿到了经验 那么我下次我就一定会表现更好 所以我不应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 或者反而我要很信心 我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而且我是愿意去想办法改变的 辛苦你了 我希望今天能够让你好好地睡个觉 那么明天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希望今晚你能够好好地休息 谢谢你 不是在遇到失眠 其实在平时的时候 你就可以经常地跟自己这样子的对话 要是长期这样子做下去呢 你的心理上的发展 就会变得比较平衡 因为你不再跟你的大脑打架 你的大脑是一直都意识到 你是一个很自爱的人 那么身体就不会经常发出一些信号 而让你去注意到你的身体不OK 假设说你也经常遇到做梦的情况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你要去好好地去注意一下自己身体 所给你的一些信号 因为其实在一些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做梦就是一个处理情绪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是经常整天晚上都有好多的梦 也梦醒了 记得也好 不记得也好 总之你的感觉非常糟糕 那么或许就是因为你在平日的生活上 可能你选择的方式就是逃避一些情绪 但是你的大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或许就是在你的梦境的时候 它才有机会可以好好地去处理你的情绪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做梦的人 也要经常和你的身体和解 因为你的身体里面应该还有很多的情绪 没有好好地得到一些释放 所以释放不一定是说你要到处去玩 认真的去好好地面对你自己的内心 也是一个让情绪得到释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不要去否决你的心情 你是难过的 你是生气的 你是自责的 惭愧的 你都可以好好地跟你的身体说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记得给自己鼓励哦 虽然这个失眠的问题或许困扰你 但是相信只要我们好好地去认识自己的情绪 其实我们还是能够可以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不要去等待别人给你的关心 不要去等待别人给你的善意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根本都不需要这些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既然你在你的人生里面度过了这么多的难关 那我相信接下来这一关 或许它是十无潜力 是你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坎 但是只要你可以拿出你真的勇气 重新地让你自己发现你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那么我相信这一段路一定很快就会过去 所以祝福你 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用这个方法 然后让你睡个好觉咯 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 按赞留言分享咯 还有记得不要忘了要按下小铃铛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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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